第1401级 这么大的一只虎 这也太惊人了 身长都能快四米了 这体重绝对有七八百斤 这虎成精了吧 郭真则舌 这也不算离奇 东北虎体型本就大 远超其他虎种 前苏联时 捉到过不止一头这样的超大个体 这些都有报道 小松回过神来了 似乎觉得很没面子 毕竟他是一个有道行的生灵 趴在那里摇晃小头颅 做狐猴状 叶凡与郭真都被逗乐了 这也太奶生奶气了 虽然他摆出了狐猴的姿势 但声音很离谱 只能用一个字形容 嫩 紫色小东西气馁 不好意思的低头 自己都觉得没有气势 然而东北虎却掉头就跑 个头这么大也算罕见了 有了几分灵性 感觉到那个松鼠有点邪门 心生畏惧 他们继续深入 再踏着厚厚的积雪 在深山中前行 不久 在山林中碰见了更大的野虎 长达五六米 体重绝对快有两千斤了 这真快成精了 说有点不对头 大的有些离谱 不过却也说明我们快到地方了 叶凡 通孔射出两道神灰 嗖的一声 远处 紫光一闪 他们误以为见到了另一个小松 原来却是一只紫雕 显然也有一点灵性 没错 看来是到了长白山的龙洞区域 这个地方的生灵都沾了龙旗 很不一般 叶凡这一次是未寻天林族而来 这是四大上古妖神族之一 有君临天下知识 深不可测 长达五六米的东北湖被收服后 载着他们三个一路奔行 呼呼声风 减起大片的积雪 一跃就是十几米远 那里有一座神神庙 真是邪门了 这应该是无人区 怎么还会有这种建筑呢 他们到了近前 看出这有些年头了 起码是数百年前建的 规模还很宏伟 突然银风扑灭 一声让人头皮发麻的叫声传来 在这原始老林中格外甚人 一只长达三米的猫头鹰 从庙中扑了出来 锋利的爪子抓向他们的头盖骨 郭真一个机灵 妖鸟 那猫头鹰个头也太大了 面孔竟有些像人了 一叶反一只手点出 将它定在了半空中 从其头骨中 拘紧出神石海化成的光团 看完后继续上路 前方是一片禁地 平日这些灵兽都不敢接近 显然是天林族的隐居地 龙起丝丝缕履缕 自前方的几座雪峰翼出 妖起 强大的妖起 果真脸色有些发白 深入几十里后 连他都觉察到妖起 就更不要说叶凡了 在那雪岭间 似有一头白色的真龙在翻腾 吞吐天地精华 若隐若险 跟条山岭似的 那该不会是一条龙吧 应该是一头道横很深的胶 怪不得 金朝清朝都将长白山 视为祖宗龙行之地 还真是有讲究 史书有记载 清圣祖东巡 率太子朱王和群臣 于松花江岸东南向 望至长白山 行三跪九寇礼 亲口称这是龙行祖地 而且 曾照封山 白山神 一四五月 甚至到后来 将其长白山推向了 比五月还高的地位 后人 曾不止一次地 从长白山挖出古碑 晚一些的是清朝的 早一些的是金朝 甚至还有更早的 不可考据的神秘龙碑 叶凡前行 清兵入关 一直自称龙祖星长白山 当年 看来发生过不少事啊 他修为到了这一境地 就是龙潭虎穴也敢闯 他们到了走进传说中的龙行之地 一片巍峨的雪风耸立 中间一座尤为巨大 山根处有一鼓洞 喷拨出一缕缕的龙气 几株古松挺立 让这个地方显得古老而神秘 有人大喝 你们是什么人 闪闯我族禁地 十几个人走了出来 身穿寒光闪烁的甲咒 全都是以如金属一样的鳞片铸成 流动着一股妖气 一个个杀气腾腾 在当今这个时代 在一片原始大山中 见到这样的人 若是一般的人 肯定会目瞪口呆 而后颤立 叶凡经历过太多了 自不会惊异 面色很平静 说是来自拜访 求见此地主人一面 郭真小声问 天灵 到底是什么种族啊 他觉得 这些人无比妖异 一个个身材高大 体内血气破人 他们的始祖 是一头天蛇 最后成为一尊妖神 世人不能肚气深浅 他的后代 有选择进化为骄 有的依然是大蛇 故成天灵族 叶凡说道 这是灵宝长教 那里了解到的 郭真有些为叶凡担心 那头天蛇 他怕那尊妖神 要在长白山中 若没有离去 那麻烦将大了 到了那个境界 只为道生 成仙得到是他们唯一的追求 应该早已在末法时代 来临前就离去了 想见原始龙洞的主人 你先自行通明 要知道 这个时间不是每个人来此 都能求见的 十几名身穿林衣的人喝道 他们披头散发 一个个眸光射人 有的人头上竟竟然长焦脚 叶凡他自保姓名 没有听说过 说出你来自哪里 是河门派 看看到底有没有资格 这些人出自原始龙洞 拥有天下一等一的血脉 自傲骨天生 眼高于鼎 我为天庭之主 有没有资格 叶凡冷亨说道 向前迈步 一缕一缕黄金血气冲出 恐怖波动 如山一样的向前压去 让人窒息 天庭之主 好大的口气 这些人 刚说了这几个字 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全都站立 惊恐的看着叶凡 这个浑身黄金血气缭绕的青年 让他们毛骨悚然 觉得像是在面对一尊上古妖神 全都战战兢兢 忍不住贵服了下去 也凡也不为过 威势连去 又变得很平静了 融入进了天地自然中 如一株株轻松 立于雪地上 这些人爬起来后 天庭之主 心中亥然 竟有人敢这样自称 真不怕上天降罪吗 尤其是在这地球 上古传说中 有数位伟大的人物 想立天庭 以此为教明 可却全都隐恨而终 这些人不再多说什么 脸上现出敬畏之色 不敢怠慢 深深地失了一礼 而后快速去禀报了 徐岭中一个中年男子走出 贵客营门 有失远迎 恕罪恕罪 一头白发如雪 身后跟着一群人 叶凡惊讶 这个人达到了画楼秘境 按照灵宝掌教的话来说 乃是当时的绝顶强者 可横行天下 他一上前行道理 言称冒昧登门 寻到此处打扰了 既然对方客气 他自不会一物相向 来人自称博弈 为天临族长之地 气度不凡 血气很盛 还有提升空间 叶凡暗自点头 看了一眼远处内口 原始龙洞 锐气不绝 喷勃而出 确实是妙地 能有这样的修为 不足为奇 贾兄在闭关 多年未出世了 不能迎客 还请见谅啊 博弈兄客气了 惊扰了各位静修 是我之罪 博弈率领一些族人 将叶凡迎进一座洞府 建立在一座巨大的雪山内 并不是那座原始龙洞 刚一进来 叶凡就一阵震撼 心中惊悚 感觉到了一股志强的气息 小松更是紧张 一下子抓紧了他的衣角 向前走了数十掌 一个巨大的空间 显现了出来 整片山体都是空的 且有空间法则 故令这里极其广阔 那是 叶凡见到一条巨大的天蛇 盘绕成了一座大山 将这片山腹全部挤满 若没有空间法阵 这座蛇山比雪山都高数倍 国真彻底傻掉了 这得是多大的一条蛇 太害人听闻了 巨大的蛇口张开 害人至极 他俯视着下方 如一尊神魔一样 压得人将窒息 若隐若无减 有一丝丝盛微铺天盖地儿下 非至强者 难以真切感受到那种恐怖 显然是被封印的 这是家族一退 博弈介绍 竟然是天灵一族的始祖 绝带妖神退下的天蛇皮 难怪封印了 还有丝丝缕缕的恐怖波动呢 叶凡点头 没有说什么 对方这是想给他一个下马威吗 他不为所动 随他们迈步前行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投驼渊 讲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